原标题 那就是汉初项羽和三国关羽 将羽公元前232年 公元前202年 楚国下乡即将苏速千日 楚国名将项燕之孙 他是中国军事思想兵刑事代表人物 鼓励出众善于作战古今第一猛将 项羽早年跟随叔父项梁才无忠习反行 项梁阵亡后 他率军渡河旧赵王写 于巨鹿之战击破张寒 王黎领导的秦军主力 秦王后称西楚霸王 定督鹏城金江苏徐州 实行分封制 封灭秦公臣及六国贵族为王 公元前207年 秦将张寒和王黎率40万秦军 进攻起义军的赵国 起义军六国几十万大军不敢参战 向与率领五万秦军破釜陈州 连败秦军以绍胜多 先后歼灭王黎和张寒 坑杀秦军 强族二十余万 公元前205年 向与在山东同田荣作战 刘邦率领五路诸侯兵马九五十六万 攻占楚国都城鹏城 向与亲率精兵三万具救援鹏城 向与率军从早晨开始 由萧县从西打到东 中五十打到鹏城 大破刘邦军杀死汉兵十余万 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公元前202年 刘邦本部 韩信 彭越 刘甲 楚 汉将京部周京五路大军 合计近六十万之众合为将羽 将羽解十万储君向汉军发起了冲锋 韩信指挥三十万军队层层阻击 将羽不能冲破 在该下被围 最后 乌将自问 关于自云厂和东郡解县金山西运城人 东汉末年名将被称为万人敌 三国演绎中 公元一百九十年 十八路诸侯讨法总说 关于温九战华雄逆转了形势 三国第一武将旅部出场 刘关章演绎了一段荡气回肠的三金战旅部 公元二百年 曹操打败刘备 不得以日投降 曹操待义 后里任命为偏将军 后来白马之战 关于斩杀燕梁于外军之中 关被封为汉寿亭后 公元二百一十五年 关于被刘备任命为襄阳太守 独立作战 公元二百一十八年 关于率军向樊城的曹仁进攻 连败曹仁 俘虏援军于尽 斩杀援军庞德 孙权命吕蒙为主帅偷袭荆州 关于退至迈城 兵败身亡 项羽和关于都是一代战神 一个是汉出刘邦的死敌 一个是后汉刘备的生死兄弟 两个人都有着传奇的经历 过人的本领也都以悲剧收场 项羽早期在吴中起兵时 三人连杀百人 夺取吴中郡 争得八仙子弟兵 关于早期跟随刘备 职务很低 斩华雄 朱炎两女剑齐功 项羽是兵刑世家的代表 兵刑世家侧重于战术运用 这也是项羽怪于进攻 以少打多的原因 项羽的打法 有点像德国的闪电战 靠骑兵的速度和冲击力 快速将敌人冲垮 进而取得胜利 这种打法像亮剑中的李云龙 打敌过瘾 关于早期以勇猛文明 后期从荆州北发誓 能够水陆军联合作战 是个军事战略将 在相反一战中 逼得曹姓第一大将曹人归缩不出 生秦外姓第一大将于静 秦斩西凉名将庞德 水源欺君 威震滑下 即使徐焕来救援 关于依然控制水道 不落下风 然而人无完人 将羽和关于都有缺点 这也是他们身败的原因 将羽只会战术上古今第一人 但是缺乏谋略 范增辅佐时 形势还占上风 范增被离间后 相宇就走了下坡路 关于是统帅级人才 指挥打仗非常调理 曹操都被震撼一度想迁都 关于的缺陷是高傲自负 对于有才能的人 如诸葛亮和张辽尊重 对于才能平庸的人就瞧不上 南郡太守弥芳是刘备小舅子 上拥太守刘峰是刘备杨子 弥芳才能平庸 关于瞧不起 刘峰才能终上 但是在收养子问题上 关于得罪了他 这两个本是关于平级 最该救援的人束手 旁观导致关于死路 关于对自己的部下不错 这些人都尽力了 玩过三国的都知道 除了关平周仓 关于手下这些人都多彩 要是有个赵云 无言这样的将领做副手 关于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 两位战神都以悲剧收场 自古以来为人们传颂 最后 刘邦文之则喜 刘备文之则优是一个谜语 猜一个汉字 有人猜出来了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可以思讨汇做副手